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八字 丙隐心卯,丙卯丙 这个人是说 他八字缺水怎么办 要怎么补 很多人都有这一种迷思 什么迷思 八字缺什么 要补什么 最好八字五行俱全 可是实际上各位 八字没有到这么简单 八字缺材就没材 当然不是这样 所以还是要回归到八字 怎样 看他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而不是缺什么补什么 有的时候缺的东西 只要一出来会更惨的时候 你倒不如就不要 有这一个缺的东西出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他的一个本质 我们可以知道 这边有一个丙心盒 丙心盒 然后他就天干 就剩下一个丙火 我们可以看地支 地支的话是 银卯木生无火 其实来讲的话 他就是一个比结压硬很旺的一个八字 可是实际上他缺的东西可多了 你看缺什么东西 要金没金 要水没水 要土没土的 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说他八字缺水 对不对 他为什么不说他八字缺土呢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他缺的东西可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他进入这一个运 那我们可以知道 以木生 丙火 那地支的五味一合 哇 地支又没有火 所以他就变成是这一种情况 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就是一个应运很强的一个人 他就只有木跟火的一个情况 他所缺的东西可多了 那这时候各位 第一个金进来了 乙庚合 哇 没有财 地支子水进来了 水生木 还算可以 还算可以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他的一个运势 我们五行派所重视的是 五行流通的一个状况 缺了 并不会代表什么的意思 缺就只是一种平稳向而已 缺不等于无 缺不等于没有 缺的是一个平稳而已 平稳向 缺代表是平 而不是没有 假如这样的话 在八字里面会出现一个 非常逻辑上的错误 也就是说八字缺财 缺印 财 你说缺财就没有财 缺印就没有印 对不对 因为缺就等于没有了 我们都是人生父母养的 请问你的父母亲 要怎么生你 你八字缺财 就没有父亲 你八字缺印就没有母亲 所以照这种逻辑来讲的话 我们 出生的时候必定要带一财给你印 准之最少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父母亲 所结合生出来的 所以一定要有财有印 没有的话 我们一般都说我没财 我没财 我没回应 我没钱 对啊 你们把他当作没有 你没财 你没有爸爸 请问你要怎么出来 你没印 你没妈妈 请问你要怎么出来 所以在八字上 这一个是一个非常 错误的一个理解 他只是代表的是一个平稳 平稳就不起不落 不起不落 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过八字 无财无官的 男的女的 他们一样都有婚姻 为什么 因为流年大运 必定会带给他们 你要不要解 流年大运会带的 会带的 好 就像这一个八字一样 我问你 这个八字 他八字缺土 他八字缺土 因为他的土出来 吴为何 你有用吗 请问他要土吗 还把他的 人际关系带走了 土出现了 还把他人际关系带走 然后 然后 毛 毛续合 把他运带走了 对不对 所以他四个土 就只有两个可以用 丑土 还有的 陈土 其他两个土 反而对他是用什么 不良的影响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就是说 缺的 他有必要一定出来吗 答案没有 要看 五行排列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看天干 天干来讲的话 像他这种八字 我们假设 丙星还算星在好了 他说 有最起码有一个影子在那里 我算他有金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八字里面 他 来说 走水会怎么样 他走水 壬水 壬水克丙火 人际关系差一点 可是官运还是在 回水 那是最好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他天干壬回水 可以用 那地支 我们来看一下 止水跟害水 止水还可以用 可是害水淫害合不能用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 水他都一定要用 你要不要解 而是看五行排列以后 他的一个流通现象 所以很多人 我八字缺什么 我要补什么 其实不一定 不一定要补 像有的人 笔尖 他几乎全部都笔尖 八字 笔尖很旺 结果我没有财 对对 我要补财 跟你说他的财出现的时候 反而是大过财 因为变成是笔尖直接去克财 他出现有什么意义 完全没有意义 所以在八字里面 并不是缺就一定很严重的一个事 你五行 你五行巨竹 也不一定是很好的事 各位 五行巨竹 五行流通 东拿一个西拿一个 你什么都几乎都很容易 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在批八字的时候 我会跟各位讲 就是说 我们在八字里面 你不要先入五为主的概念 就是说 在看一个八字的时候 哇 他特殊的那个排列组合 我靠 没有 一切都是看五行流通 我说过 我曾经批 批过四柱癸害、癸害、癸害、癸害的 各位特殊吗 对啦 或许在你们眼里看起来特殊 在我眼里看起来不特殊 各位 四柱癸害 我问你 他全部都只有笔尖 请问 他其他运都没有吗 他没有工作运吗 他没有财运吗 他没有食伤运吗 都有啊 都有嘛 因为他 他出生了 他就什么运都有嘛 那来讲的话 难道没钱吗 没工作吗 一样跟你一样 正常人啊 有钱有工作啊 对不对 一样照着运势走啊 那要怎么看 看五行的排列增结状况嘛 他没有就是零嘛 这时候他财运出来了 看是被克的还是能够增加嘛 他假如财运出来是被克的 那他就破财嘛 他假如财运出来是好的 那他就是有财运嘛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而已 所以各位 不要说 每次看到八字 哇 这个排列组合好特殊哦 特殊归特殊 你得不了解 其实在五行派里面 每一个八字排列组合都很特殊啊 因为 就只有一个他是这样的排列啊 你找不到第二个跟他一模一样的排列啊 对不对 所以不要 不要把所有的一个八字 我们当做 哇靠 很平常 其实每一个八字都很特殊啊 就因为就只有一种排列现象而已啊 一种排列现象 所以各位 所看的 所重视的 都是在五行流通 后的增结状况 所以我们会知道就是说 好 以这个八字来讲 他明年走星丑 秉星一合 哇靠 对不对 就剩下一个应运而已啊 地支呢 是不是啊 走土 可是他明年走土其实还不错哦 为什么 因为他会变成木生果果来生土 他会变成是这样子 所以在明年来讲的话 其实他的一个食伤运算是好的 可是他的一个官运是不是又消失了 他的官运消失以后 他又会回复到平稳的一种现象 也就是说升迁的机会可能也没有了 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的过去了 所以各位 你要去了解 看的是一个五行增减的状况 来说 因为他的八字本身就没有水 所以出现水的时候 看这个水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像这一边是不是水生木 所以说是好的 那假如是在吉亥 是不是以亥和 还是等于没有嘛 没有的话 他就等着被克 被克的话 他就是不好的 所以 他来讲 等到星丑的时候 是不是又没有水了 可是他的水 有没有 有没有被克 没有被克 所以就只是一个机会 原本有机会 然后现在又没有了 又回到原样而已 又回到原样 因为他的水 毕竟有没有受伤 没有 他只是少掉而已 他只是少掉而已 我们所谓的受伤是被克 被克的这种情况 所以各位这个八字 有什么特殊的吗 没水就没水 对不对 石精灵会给他是你 接下来你要怎么做 才会让你变好 对不对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要怎么让他变好 看他 看他是要工作 还是要去赚大钱 要赚大钱的话 对不对 火生土 对不对 问题他又没有 他的这个八字里面 我们会知道 走食伤不行 那天干走财也不是很好 那表示说 以他的一个八字 他走财运有没有比较强 没有 那走官运还ok 天干 任魁水可以 地支止水可以用 那就为什么他的水可以用 就是因为他的木很强 所以他的一个木 就是他要做的 那就是硬 那要有硬的特质 要有硬的行为出现 这就是他应该做的 这个八字没有什么特殊 就是跟一般人一样 所以 只是一般人的迷思 就是缺就是不好 所以说 跟各位分享 这个错误的观念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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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